Hey what's up guys 那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到这个Botanico Park 就是这样一个公园在布朗市的 然后它里面呢今天刚好有一个活动就是 一个叫做火车展 这个火车展呢就是 在纽约圣诞前后就是11月到1月份 这段时间呢就传年只开放这两个月 这两个月呢会有一个火车小展览 里面呢就会有主要是火车的模型 那对于很多热爱火车模型的朋友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那我来到这里之后呢今天天气很好 然后也没什么人 那我就带大家周围逛一下看一下 这个火车展有什么魅力 Let's go 那一进门呢就是从这个门进来 然后呢刚好今天是周三 然后周三呢对于纽约的市民就是有身份证 是纽约居民这样一个证件的居民来说呢是免费的 然后呢周三也是对外国人在10点到11点 这样时间是免费开放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周三过来这边走一走 这个是免费的 那来到这个Visitor Center呢这里 这里少不免肯定是有一个购物的一个地方了 然后它这里呢有一个咖啡厅 这咖啡厅叫做Pie Tree Coffee 对这个等一下我去尝一下Pie Tree Coffee Pie Tree Coffee Pie Tree Coffee 那走了一路之后呢就终于来到这个Holiday Trade Show这里了 这个是New York In a Day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 里面就是这个火车模型的一个世界 走进来就可以看到一列火车啊在轨道上面了 我慢慢的去看 那这里就是摆满的模型 然后呢就是类似于大峡谷啊 还有一个高架桥啊 高架桥啊 低处有这个高架桥立起来的 也有一个山谷 你可以看啊 它这里摆满的那个模型 包括呢就是类似于大峡谷啊 还有一个高架桥啊 山谷啊等等的 这样一些模拟的一些场景 整个赛道 整个火车轨道啊 就沿着这个 木头做的这个 火车轨 延伸出去 很多小朋友今天来了看也是很开心 就是说小的时候啊 就是对于这火车模型还是很有感触的 这个东西可能就不是很多人懂 因为这个火车模型就是把它建起来的过程中 然后还有看着它在火车轨道上面 行走的那种感觉 就给人一种很很宁静很舒服 又有一点成就感的一种感觉 那这个镜头啊是不是有一点像在高空坐着直升机 然后往下面就是镜头追踪着这个火车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火车呢在我的镜头下面呢感觉上就像真实的场景一样 可以看到这个火车从远处驶过来的感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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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喜欢看那个火车头 那火车头是很漂亮的 那火车头是很漂亮的 那进来呢 那进来呢就有很多的送单树 装饰好了 那进来可以看到火车的一个屏幕 然后再倒数 然后再倒数 然后进去啊 然后进去啊 这很漂亮 我呢非常喜欢这个背景 就是大酒店的背景 然后在山谷里面两个火车交错的这样行走 然后在山顶上面也有这火车呢 在上面在行走 这样看了之后非常的舒坦 如果我拥有这样一个大酒店的话 那是多么开心啊 所以这个建筑啊 就是我们刚才一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建筑 这里写的是那个 这个New York Botanico Garden Bruns 啊 Fortune of Life 1905 可以看到这绿皮是火车 缓缓的驶过 纵横交错 那一辆火车缓缓的驶过 可惜它不是蒸汽的那个火车 但是也挺漂亮的 就缓缓的驶过这个TerryTown 然后进入隧道 然后呢 我们来到另外一个景点 这个景点有点像那个棒球场 旁边是一个瀑布 那这个景点明显就是布鲁克林大桥了 那看着是很熟悉的感觉 两个大大的桥灯 然后 单列的那种火车 有点像城市里面那种电车嘛 在这里 两个大桥灯之间的游走 非常的可爱 有点令我想起 以前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 就是commute 通勤的那个场景啊 就是每天都要经过这个布鲁克林大桥 那这个就是我们Macy's 这个大商店了 说是the world's largest store 最大的一个商店了 那这个景点呢 基本上是我在这边看到的最漂亮的景点 首先呢 可以看到 背景是曼哈顿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了自由神像 就在水上面飘着 然后有很多小船 然后呢 往岸上面靠呢 就是 纽约的曼哈顿的这个building 啊 肯定是有帝国大厦 还有 几个新的 就是这个 summit 这个building 也在 然后呢 少不了呢 它肯定是有火车会出来 那今天呢 我基本上呢 就把这个园区来走一遍 然后把那个train show的基本情况呢 也给大家介绍了一遍了 那我觉得这个train show呢 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 也适合很多大小朋友 一起过来这边参观和游玩 特别是对于像我这种 就是对 模型啊 或者是那个火车模型 很感兴趣的大朋友 或者是一些小朋友对科技 对火车也是充满好奇的小朋友的过来看 个人感觉呢 就是很适合一家大小一起过来去游玩 如果平常的票价呢 就是正常的那个成人是35块 然后小孩呢 可能就是10块左右 大家可以看具体的时间 什么时候有空可以过来玩一下 如果趁着就是工作日过来的话 就没那么就没那么多人 但是如果节假日过来的话 特别是圣诞或是新年的话呢 会比较多人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的那个介绍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